和定义成功 指中文版读者的几句话 我写这本书是想要激发我的学生 中国的大学生 世界各地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学毕业生 重新思考成功的意义 那些顶尖大学录取的人 还有那些找到好工作并赚了很多钱的人 都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就 主要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工作 我们很容易忘记一路上帮助我们的机遇和好运 如此思维方式对身处竞争激烈的市场社会中的人来说 司空见惯 在这样的社会中 取得成就的压力从一个人年幼之时就出现了 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变得尤其大 例如中国的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准备参加高考 他们需要付出多年的努力补习功课和熬夜学习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开始相信 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 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成功带来的回报 他们也倾向于相信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 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 对才能和成就 以及谁应该得到高薪与社会尊重的这种思考方式 必然会损害社会团结 这种思考方式在赢家和输家之间挖掘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扩大了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的距离 这种思考方式也给赢家带来了伤害 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会给我们带来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 无论追求成功是为了取悦父母 还是为了取悦老师和我们自己 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 许多天赋很高的年轻人都受到了激烈竞争的压力的伤害 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 焦虑、抑郁情绪弥漫 这本书想要探讨 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 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 这种方式让我们对公共利益有更强的责任感 迈克尔·桑德尔